收礼物也能证 那我不是收礼物 卖东西也能 他们给你送礼 你也有钱 那这个礼物 他们去哪里呢 我们跟新浪哥通一下看 能不能 在我的账户里 然后又提谢 我们研究一下 你们问要不要谢一下礼物 谢一下什么 谢一下他 谢谢大家给的礼物 应该是谢谢谁谁谁送的 谢谢谁谁谁送的这个礼物 就在去年的9月11日 李一峰PC事件最终被实锤 面对李一峰这样的行为 很多人李一峰的真爱粉 还是不相信的 而且还在不断地为他进行辩解 但事实就是如此 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叹 现在娱乐圈的瓜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了 爆出后不少粉丝都表示 对他感到惋惜 现在他的社交账号 也已经被封 自从对官方通报后 李一峰的演艺事业便戛然而止 相关代言纷纷发解约声明 以最快的速度与李一峰撇清关系 过往经典作品也及时将李一峰的名字剔除 生怕受到李一峰的牵连 一夜之间 李一峰的人设也瞬间崩塌了 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李一峰给人的感觉 一直都是非常乖巧的存在 就像是一位邻家的大男孩 也正是因为他的阳光 让他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防疫条例的事情 很抱歉 最终没有去到杭州 然后也很抱歉 现场去了的朋友没有看到 抱歉 去了的粉丝也没看到 我还跟品牌说声抱歉 还有尊贵的经销商 也很抱歉 拜拜了 对 就跟大家说一声 我就下线了 下线了 886 说起李一峰 曾经的他可是人气很高的一位 凭借优劣的外形条件 以及实力演技 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称得上是宏极一时的流量明星 李一峰是在2007年参加综艺节目加油 好男儿而出道的 虽说他在这个娱乐节目中 实力并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他乐观开朗 具有亲和力的个性 却让不少粉丝为他疯狂 而刚出道的李一峰 初期没有变得多么火 直到他在2014年主演的《古剑奇谈》中 因饰演百里屠苏一角而火遍大江南北 当年的李一峰有多火 老粉应该都知道 不管他有任何动态 几乎都会登上热搜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男孩 变成了一个各大电视剧的男主 和各大综艺的争相的人 还有各大品牌的宠儿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应该的 是李一峰自己奋斗而来的成绩 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大众们的认可和喜爱 在之后还接连出演了《盗墓笔记》 《青云志》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一直很在意作品质量的李一峰 好像每一部作品都是很优秀的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李一峰也是作为顶级流量的存在 但是他从来都不去炒作自己 是个很低调的实力派演员 可谁承想 就是这样一个在镜头潜意生辉的演员 因为PC仪式就这么灾了 别说名利都不在了 就连自由也都没了 而李一峰在他方之前的形象 也不再是早期那个阳光帅气的国民校草了 发胖发福 身材臃肿 满脸油光 后来有一次李一峰在直播时 就罕见曝光了自己的素颜 许多网友看到后都纷纷表示 这简直也太丑了 接受不了 因为视频当中的李一峰不仅没有了青春感 甚至看起来还十分油腻 黑眼圈也非常明显 整个人显得很颓废 没有精神 疲惫十足 身为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该三思而后行 一个优质的偶像 为带领一群人进步 他需要的是始终如一的人品 而不是在镜头面前假装优秀 人设能装出来 也容易垮下去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